一个漂亮的女人将手慢慢划过男人的肩膀,准备和她来个雨水直欢。 可下一秒,男人却把她甩在了地上,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 如果是你,你会拒绝这么漂亮的女人吗? 她叫金莲,虽然长得天生丽质,但她却是一个命苦的女人。 从小就被卖作丫鬟,只因她颇有姿色,结果就被老爷给玷污了。 夫人得知了此事,一气之下就把她嫁给了又矮又丑又穷的大狼。 金莲也含泪水,心碎又不甘,但她却无力改变这一切,也只能向命运低头。 之后,她就做起了吹饼,再让大狼挑去集市上卖钱。 日子虽然苦了点,但大狼却对她百般呵护,只是窗外经常多了几双色狼的眼睛, 看见金莲那曼妙的身姿,忍不住口水直流。 大狼一看,哪来的泼皮无赖,竟敢偷看俺家娘子,上去就要教训他们一顿。 可她哪是两个无赖的对手,三两下就被打得爬不起来, 最后还是金莲替她解围,赶跑了无赖。 这件事让大狼感觉没有做人的尊严,于是她就想去山上,让老虎把自己吃了算了。 这时她却听说,山上的老虎已经被打虎英雄给打死了。 她上前一看,这不就是自己的兄弟二郎吗? 兄弟二人许久未见,准备回家把酒言欢。 可就当金莲看见二郎的那一刻,她的心就忍不住小鹿乱撞,看到她眼睛都直了。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,又矮又丑的大狼,竟然会有这么一个高大威猛,英俊潇洒的弟弟。 这顿时就让金莲心里乐开了花,从二郎进门的那一刻,金莲的目光从未在她身上一开过,她是多么渴望能嫁给这样的二郎。 到了夜里,金莲又无意间看见二郎冲枣,看着她那强壮的身体,让她心跳加快,顿时让她有一种想上去抱住二郎的冲动。 正当她看得入迷时,赶面杖不知不觉从手中滑落,二郎这才发现嫂子的存在。 金莲本想帮二郎擦干身体,没想到被这个钢铁直男给拒绝了。 金莲心想,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你为我所动。 隔天,大郎刚要给弟弟送早饭,却被金莲满下,主动要求为其送饭。 可还没等送出去,二郎就走了出来。 就在这时,一群官差来请二郎上任府衙都头。 金莲对二郎也更加多了一份爱意。 从这儿开始,金莲看着二郎的衣服都会傻傻发呆,如痴如醉。 抱着衣服就好像搂着二郎一般。 听见二郎的声音,他都忍不住趴窗偷偷观望。 只要看见二郎,他就心花怒放,纯心荡漾,身魂颠倒。 关个窗都心不在焉。 一个不小心,撑杆就砸在了大镜头上。 大镜抬头刚想骂,可当他看见金莲的美貌时,瞬间就动了心。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动人的娘子。 金莲说了句对不起,赶忙关上了窗。 此时金莲的心里,满满的都是二郎的影子。 为了能和二郎有更多单独在一起的机会,他就做了一大堆吹饼。 看得大郎都直发愁。 金莲还让他卖不完,就不要着急回家。 送走大郎,金莲又开始了下一步计划。 他先烫好了一壶酒,刚品了一口,二郎就回来了。 他赶忙上前迎接,顺便把门也给插好了。 二人世界正式开始,小酒是一碗接一碗。 可二郎这酒量不一般,金莲想要把他喝倒是不可能了。 他只能酒不醉人,人自醉,直接表明了自己的心意。 这让二郎直接变了脸,他就当金莲喝多了,说的是醉话。 可金莲不依不饶,依然百般讨好。 二郎只能去别处躲避,金莲却没有因此放弃。 他不相信,就五不热这块大石头。 动嘴不行,这回,他直接动手。 他本想让干柴力火烧起来。 没想到,二郎却不为所动,反而激起了他心中的怒火。 二郎转身就要回衙门,却被金莲从背后一把抱住,还要飞离二郎。 这让二郎忍无可忍,一把就将金莲推倒在地。 这直接让金莲傻了眼,二郎还警告他,如果今后对不起哥哥,老虎就是你的下场。 金莲心想,自己付出了真情,却得不到一点回报。 于是等大郎回来,他就恶人先告状,说二郎出演调戏,还意图非理他。 二郎听后,上去就想给他一拳头,这时,衙门派人来报,让二郎远赴送一批贵重货物。 临走前,二郎叮嘱哥哥,他不在的日子,不管一件什么事,务必等他回来处置。 二郎一走,大庆就趁虚而入,他还贿赂王婆帮他挫火这事,随后,王婆就以帮他做衣服为由,把金莲请到了家里。 大庆按计划与金莲正式见面,一来二去,两个人慢慢的熟络了起来。 大庆虽然没有二郎那样的气概,但他有数不清的金银珠宝,第一次见面,只用一盒金银首饰,就俘获了金莲的芳心。 从这以后,金莲开始慢慢的嫌弃大郎。 当金莲再次和大庆约会时,大庆表明了自己的爱意,王婆见时机成熟,就把房门上了锁, 让他们过二人世界。 两个人翻云覆雨过后,王婆算好了时间,退门而入。 他威胁金莲,以后要对大庆珍惜时意,不要辜负他,否则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大郎。 金莲倒不怕大郎,他只怕被二郎知道,无奈的他只能答应。 从这以后,金莲打扮得越来越妖艳,还经常和大庆去约会,只是没有不透风的墙, 他们的丑事让卖离的小顺看见了,就告诉了大郎。 随后,金莲和大庆就被大郎捉肩在床。 看见衣衫不准的金莲,大郎就想跟大庆拼命,却直接让大庆打了个半死。 金莲看见身负重伤的大郎,他虽心生愧疚,但他更怕二郎回来找他算账。 于是三人打算一不做二不休,直接弄死他一了百了。 随后,金莲就在大郎的药里加了王婆给的披霜。 当大郎感觉到药味不对时,已经为时一万,再加上金莲和王婆用被子捂住大郎的头,直接就把他给送走了。 二郎回来时,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小顺告诉了他一切。 二郎怎么也没想到,紧赶慢赶,还是来晚了一步。 金莲闻说二郎回来了,就赶紧披霸带笑,还说大郎是因为得了疾病而亡。 二郎并没有当众戳穿他,而是把王婆给抓了过来。 两人一见面,就互相把责任都推给了对方。 事到如今,金莲也不想再伪装了,他哭诉自己只是想改变命运。 他恨二郎当时没有和他在一起,二郎看他不知悔改,这回他不会再手软, 直接一刀截过了他。 王婆也被他砍下了头颅,接下来就是大庆。 他先解决了大庆的手下,然后抓住大庆,一拳一拳打出他心中的愤怒。 就这样,大庆被活活打死了,大郎的仇终于得报。 其实想改变命运也没有错,但也该先斩断这仪式,再荒飞自我。 不然最后害了别人,也害了自己。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,欢迎评论区留言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